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宙斯大赛活动预算时 引爆了议员们的口角冲突 居中协调的议长同志为肯定议员们的表现 也会公开从冲突到妥协到圆满解决的做法 贊成全部删除五百万元预算和反对删除预算的市役援护杠 擦槍走火 雙方情緒一度相當激動 而聽到喊出要動用表決 雙方更是火大草純一團 互不相讓 基隆市議會在審查基隆市政府官銷處編列 基隆最佳壽司大賽活動500萬元預算時 引爆基隆市議員在這次定期大會中最大的口角衝突 居中協調的議長童子偉強調 各黨派都有各黨派的看法和立場 因此從衝突到妥協到圓滿解決預算問題 身為議會大家長的他肯定所有議員們的表現 也落實是議會公開透明的做法 我們這次定期會中大家非常激烈討論的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衝突妥協進步的一個過程 我想這非常符合民主的價值跟精神 所以我們身為議長的角色適度的開放大家做溝通 因為我們每一個民意代表每一個代議室 都是來自不同選區代表的各自的民意 我想有很多溝通的過程是對政治價值來說是 非常好的一個民主精神 那對市政府來說也是一種妥協跟進步的過程 因為監督市政像昨天的施安特別提出來 我們學位次議員特別提出來這個問題 讓市政府也注意到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調整 跟在政策上的改變 那我想預算的協商 昨天經過大家激烈討論 我覺得我們在協商的過程中算是 還算完美的落幕 就像預算還是正式的通過 那我想國民黨團有國民黨團的立場 民進黨團也有民進黨團的立場 無黨籍的角色也必須扮演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昨天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基本上我們是一個非常肯定 我們所有代議室的狀態 大家溝通過程在議事廳裡面來做討論 就是讓記者朋友 讓市民朋友都知道 市議會就是一個透明公開 每一個代議室都代表各自的選民的聲音 由於在這一屆新議會中 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黨各有12席議員 而無黨籍議員也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因此在衝突中議長 童子偉也協調市長謝國良 分別溝通雙方贊成和反對的議員 從衝突妥協到進步 共同達成政治上的圓滿 持續推動市政的進步 國民黨團在議會 本屆的議會有12席議員 那民進黨團在本屆的議會也是12席議員 那我跟市長分別扮演著 我們自己叫黨團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雙方衝突的過程中 那我跟市長協商 我們彼此國民兩黨團可以接受的部分 可以回應市民 可以對市民交代的部分 來做雙方的協商 所以我們討論完以後 請大家也稍微理性的溝通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過程 那我跟市長其實 昨天市長也相當的辛苦 要溝通自己黨團 那我們也跟自己的黨團 做充分的溝通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政治妥協進步的一個過程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 基隆市議員許瑞慈在質詢時 指控基隆住宿市長照機構不足 一床難求 導致有的人被迫安置到 其他的縣市卻發生了疑似受虐的情況 社會處已經派人南下關懷了解 市長謝國良說 對於長照人力及長照設施不足的部分 會召開專案會議跨局出來檢討 對這樣的一個案件 它是一個未滿65歲以上的一個獨居市民 照他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先透過1966機構喘息 但是他只能兩個禮拜到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呢 接下來他要入住機構 為什麼會沒辦法入住機構 我來跟你說明一下 因為本市 生障的住宿機構已經滿床 他這樣的一個狀況 要轉介到彰化市 這樣的一個個案市長你知道嗎 還有多少的個案你知道嗎 而我昨天得知了這個消息後 立即的詢問我們的科長 科長今天派人督導社工 一起下去彰化關懷 市長你有多少的人力編制 可以在發生這樣機構暴力事件之後 再派督導跟社工下去關懷 那其他的業務量該怎麼辦 那如果沒有議員關心 這樣的一個獨居市民 他該何去何從 那讓我們來一起看一下這張機構的表格 他非常的複雜 就有的法規設立來說 我們分為不同種的機構 生障機構 安養機構 養護機構 長期照顧型機構 跟護理之家 還有住宿型廠造機構 市長跟處長 還有衛生局長 你們能夠分辨出這樣的一個差異嗎 我想由市長來回答我 報告議員 我對於基隆市長照 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需要更多的照顧的機構 跟照顧的機制的需求是短缺 而且需要很積極的來增加 這一點我是有體認的 那對於不同的這種照顧機構 跟他們的定義 跟他們收容的方式 透過你的表格 可以比較清楚的了解 謝謝你 學慈強調 基隆老年人口比例高達19.4 全國第六 但長照需求量確實不足 我們的照顧服務員的一個培訓課程 他必須受到訓練 90幾個小時後 然後還要上加值課程 各20 20小時以後 他符合資格拿到長照小卡 他才能夠從事為照顧服務員 那這樣的一個照顧服務員的 一個月上完之後 他要先換長照小卡 具有資格 他才能再去上加值課程 加值課程 一年只開兩場 他沒有上完這些加值課程 有些機構他是不能服務的 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比較大規模的跟衛生局長跟社會主張研究後 跟議員也請教一下 是不是可以比較大規模來做這些培訓 然後甚至給他們鼓勵 他們願意投入這個職場 政府也可以給他們一些更多的一些激勵 我們來探討一下這個激勵是什麼 但是我想這個會後 我們一定會開一個很認真的會議來討論 這些人力的不足 然後給一個很明確的方案 然後這方案再請議員指導 這個方案裡面應該是有包括 要用更大的心力來培訓 這個更多的訓練人力 就如同您說的 過去13年也沒有很大的改變 那我們這個團隊也還算是 算是新上任了 尤其是衛生局 在我想我們會盡快的來做這樣子的準備 市長謝國良承諾 未來將親自召開專案會議 加緊建設長照機構及增補人力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 在基隆地方法院前的東明路 東信路及重法街口 發生了許多被檢舉的案件 議長同志委和市議員何淑平 韓世裕陳怡及陳君佐相當關心 一塊了解 在基隆地方法院前面的東明路 東信路以及重法街路口 由於從東明路往東信路 以及裴德路方向行進 這個路口時 因為地上畫設有右轉標線 但是一般機車騎士和汽車駕駛人 都認為這裡是執行道路 交通號制也沒有特別的 右轉指示燈 很多人都不會打右轉燈 因此容易被檢舉吃上罰單 有一個分歧就是左轉這個重法街 然後右轉到這個信義國中 那一般人都會覺得說我就是執行嘛 那到這個路口的時候也是執行 那執行之後卻這裡應該有一個 右邊的這個指向線 那你沒有打方向燈的話就被開了1200的拔單 所以說我在這裡要建議我們警察局的交通隊 跟我們市政府的交通處 能夠來研議辦理 把前面的右轉指向線改成執行的線 這的確是一個紅單陷阱 我們希望市政府要加以來去做改善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東明路的路口 雙白線的部分 因為它的左轉是專用道 所以很多的民眾也因為這樣子 跨越了這個雙白線 然後導致被開單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希望說市政府以及我們警察單位 可以一併來改善我們這樣的一個交通問題 那再次的感謝我們議長 也感謝我們市長 那非常的關心市域的這個提案 你看現在上面它是綠燈 但是它沒有打右邊的方向 所以民眾只看紅綠燈 不看地上的標示 所以導致都會被開單 被檢舉達人開單 檢舉達人去檢舉 然後反而被開單 然後導致這邊常常會有民眾 就是誤開 因為就感覺是直線 但是我為什麼又要打 右邊的方向燈 就會覺得很奇怪 那我的服務處呢 平均一個月大概4件 那其他的議員呢 我想是每個月也是 都會有民眾來抱著不滿的心情 就是說我是直線 我還要打方向燈 而機動市議會議長 通知委和信義區 四位市議員一樣都接獲民眾的 陳情反應 所以邀請市政府交通處 以及警察局交通隊等單位 一起到現場會刊 交通處也將在這兩天 突銷右轉標線改為執行標線 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四位議員都非常關心這個路口 那這個路口其實我們 我們剛剛看了以後 我們認為這個不應該 交通處跟交通隊警察局 不應該用道路的設計 還有標誌標線的一個失誤 來讓我們的民眾接受裁罰 那我想這相關的陳情 我覺得應該交通隊 還有交通處 應該立即來改善 因為這個路口你看 紅綠燈這麼接近 讓一個小小的陷阱 讓檢舉達人 有新的民眾來特別 一直檢舉我們的民眾 所以我覺得這個道路的設計 應該重新規劃 那我們也要求交通處 標誌標線 今天我們會刊結束以後 就可以立即來改善 我們在禮拜五前 我們就把這個右轉箭頭的標線 改成執行的標線 然後也讓整個車流更加順暢 市政府交通處也發揮超高效率 會刊之後的當天晚上 就已經把地上右轉標線 改為執行標線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中正區封忍街停六停車場 已經由市府公務處上網辦理招標 將提供200多個停車位 但由於公區緊鄰民房 市長請相關單位審慎施工 一塊了解 中正區封忍街停六停車場 預定地由於公區緊鄰民房 市長謝國良特別到現場會刊 請相關單位審慎施工 避免出現類似天坑的問題 因為台北市出現天坑嘛 就怕他挖的時候 太靈近 而現場國有地的停車場上 目前有100多個停車位 是附近居民長期以來的停車空間 當地里長希望市府要規劃好 工程期間的臨時停車位 避免造成民怨 市長 我不是講你這已經三年的啦 要講很多 屁股都放得沒錯 車子放哪邊 我請問一下 包括民眾停車 這些車輛要消化到哪邊 那據我所瞭解 除了說我們增加停車格的 早以外 那其實有很多是嫌棄車輛 就是他長時間佔有 他不移開 那這些車輛我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統一的辦法 我們要把這個事情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六月底 如果再不發報會收回 那我有跟公路總局的局長 講過這個事情 因為這上 他也再多給我們一點時間嘛 那重點就是說 做要做 但是我們還是提 在做這個過程中 安全要顧 地方的停車的疏導也要顧 市長謝國良表示 原先希望透過整合都更的方式 安排規劃 但經過都發處核算後 認為有困難性 因此市長特別指示相關單位 務必要更加謹慎 找出優良的廠商來施工 要妥善處理在地反應的問題 讓工程順利推動 改善當地環境 因為里長他們有特別提到 希望文化局的部分 能來做整合 所以我們針對 文化局是不是那邊有空間可以停車 對 就是說文化局 我們也做跨局出一個整合 現階段文化局會請他們 我要的廠商來評估 就是說後續在文化局後方的 就是這個地方後方的地方 可以停車 可以停幾台 目前是可以停40到60個一個車 就是說里長他們是希望說 在臨近的地方也有停車的空間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疫情解封 基隆必殺漁港又出現了觀光人潮 但停車場外圍被丟棄垃圾 遊客紛紛感叹 昔日風光不再 在市議員呂美林的督促下 近日市府產發處找來清潔公司清理 希望讓漁港盡速恢復過往的景色 必殺漁港 遊艇區停車場外圍 被人丟棄垃圾 不只平民罐罐 塑膠杯 加入垃圾 還有滅火器 馬桶 衛生設備 還有石頭 裝塊都有 不只被人亂丟垃圾 一旁道路上 還有好幾艘遊艇擺在路上 船板架突出 差一點就弄傷人 那天來剛好有車子交匯 那當然就是有些 那還是白天 如果你說晚上 那弄到差不多會沒命 環保公司派員已經清掃第二天 但垃圾量實在多到清不完 一路從必殺魚港停車場 人行道 花圃 都可以看到沿路散落廢棄物 即使水泥牆上噴漆警告 不要再亂丟垃圾 也起不了作用 風景很好 就看到這些東西 有看到漏售當然就是不好 要整理一下 要重新那個 這樣不太OK 原來 漁港停車場外圍 今年國產署和漁業署 將辦理轉移 近日市議員呂美玲 找來市府產發處聯合會刊 將配合市府進行漁港大掃除 現在疫情過後 整個遊客都已經出遊到 必殺魚港這個地區 那現在被堆砌的廢棄物 我覺得如果不趕快處理 可能後續的問題會更大 那二來就是說 今天會堪的這個部分 還有水溝蓋的部分都秀石 那擔心遊客或是說這邊的居民 開車過來 騎摩托車過來 可能輪胎會被刺破 還有水溝蓋也破損了 然後嚴重影響到行人及交通的安全 還有有一些路旁 被堆置的一些不當的設施 有可能會造成交通的問題 因為那個地方突出 剛才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船架突出在那裡 然後有些人可能已經被撞過了 所以他包了一個魚衣 黃色的魚衣來警示 但是我們覺得 這個都是應該政府 要來做的警示的作用 或者是應該要趕快 找到堆置的人 通知那些人 趕快把這些危險的物品 移植 遊艇港的範圍內 我們是有 我們是有每年都有 這個清潔採購案 在做每個月的電器清潔 那外面的水溝道路跟水溝範圍 它過去是中央漁業署的拐霞範圍 那他們在近日就是 與國產署進行土地地籍的轉移 所以他委託我們基隆市政府 把這個地方清理 那也是近期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有積極的在 請廠商來做估價 然後進行清除 會將遊艇港這邊的停車場 及外面道路水溝等等會一併的清理 必殺漁港遊艇區 目前由漁業署每年編列經費 委託市府代管 但往往經費有限 近日產發處找來清潔公司清理 希望讓漁港盡快恢復過往的景色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多休暇 所有人都在不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中小的幼女童军与女童军齐聚一堂 基隆市六一女童军节庆祝大会 在八斗高中隆重举行 荣获112年优秀女童军奖章的学校 游暖江国小八斗高中国中部 龙胜国小五轮国中 长期推动女童军活动 女童军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女性组织 当我们的女孩子加入女童军以后 她会知道如何去肯定自己 然后会发展自己的才艺 然后在品德方面也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 因为在所有leader 在还有Guy的成人理秀的引导向 他们会发展出自己的一个高度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全人格的一个特性 所以他们在应对进退方面会非常有礼节 然后他们会认为女童军的荣誉是受人信赖的 市政府综合发展处处长 也是基隆市女童军会理事长林立禅 颁奖表扬各校的女童军团队 市议员何淑萍以及担任 基隆童军会理事长的市府民政处处长张元祥 也都肯定女童军持续学习发挥合作精神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来到现场 勉励所有的女童军 重点是他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去承诺 然后对自己的承诺去执行 其实他们在去年也做了很多的 旅行他的承诺 所以今天也有很多的表扬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今年或未来的 我们的女童军其实可以加入我们 基隆的相关的童军的活动 那我们今年也结合了SDGS 那针对老人社区尤其是环保议题去做推动 那我以前也是女童军的顾问 那也非常荣幸那个理事长能够邀请我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们都知道女童军呢就是培养这个我们良好的品格 来成为负责任的一个世界公民 那我们都是师出同盟 就是我们来自同一个系统 来自英国这个地方 由南童军的创办人叫贝登堡爵士 贝登堡江勋 在英国的伦敦来发展出童军的运动 接着在他的妹妹妮娜贝登堡女士呢 能够来推出女童军的运动 当然在活动上面有所差别 基本上大致上都是希望所有的我们的童军伙伴们 女童军的伙伴们又女童军们 都能够在团体的生活当中 共同的来合作为我们的社会社区 甚至为国家为这个世界来奉献我们的心力 那未来希望我们历禅理事长 能够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年轻女童军们 大家一起努力发挥社会更有爱 更有责任感的精神 帮助社会各个不同的角落 小爱爸爸跟你们至上崇高的敬意跟谢意 庆祝活动相当热闹 各校的女童军参加巴斗高中的特色闯关活动 相互交流 市府也将持续与基隆市女童军会合作 鼓励年轻人透过童军活动 培养良好的品德 发挥合作友善的童军精神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建德国校建德国中联合音乐会 在基隆市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睽違三年 学子带来多首得奖的精彩曲目 让观众陶醉其中 这场音乐会会集了两所学校的努力与精华 让孩子们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建德国中 建德国小分别的打击乐团和管乐团 带来他们在试赛中获得特优的冠军曲目 响亮的节奏 动人的旋律 赢得如潮的掌声 跟建德国小一起音乐联合发表会 那我们国中的部分 我们的管乐团 打击乐团 还有合唱团 都在基隆市拿到特优的奖项 那在参加全国赛都拿到优等 同学演出能够带给观众有美好的盛宴 还有建德国中 建德国小合唱团 展现了他们丰富的音乐风格 和多样的演唱技巧 奎为三年了 那今天重回文化中心 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呢 来做演出 那小朋友都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积极的在做准备 不管是合唱团 管乐 以及打击乐呢 小朋友都越越欲试 希望给所有的观众呢 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午后 奎为三年的音乐会 又再度登台与观众见面 孩子们整形音乐素养 与团队合作的精神 开启现场观众 对音乐的热情与想象 这场音乐会呢 让我喜欢上了音乐 爱上了音乐 让我每天都想聆听音乐 来感受世界的美好 联合音乐会的最后 两校学子共同演唱感恩的心 表达对家人 老师和社会的感恩之情 校方欢迎有兴趣的学子 加入建德大家庭 学校会继续提供音乐教育机会 毕业后还可以加入建德青年管乐团 让音乐成为孩子一生的正能量 更好的发展自己 也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美好的音乐体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12到14岁跆拳道国手林又轩 在今年群中运夺得对打的冠军 在世界无烟日当天 与成功跆拳道队一起 飞踢烟品快闪行事的演出 好细经 飞踢烟品 成功国中跆拳道选手们 以实际行动展现反烟俱烟的决心 其中这位林又轩同学 夺得今年全中运对打个人金牌 带着骨折的伤势夺冠 阵线绝佳的毅力与技巧 在却运年加入12到14岁 就是选上12到14岁的国手 国手资格 然后在练习过程中是蛮累的 但是我一想到就是我努力 就是坚持到最后 努力不懈的话 我可以拿到好成绩 之后中运天我希望我可以 达到15、17岁的国手 用实际行动表达反烟俱烟的坚定决心 成功国中举办巡检烟地剑走 与烟害快闪的表演活动 在金融火车站南站二楼广场登场 邀请东信国小的创意打击乐 打击烟害 二性高中无人机飞行团队 用无人机闪灯号让烟害快闪 我们要用无人机来宣导巨烟反烟 祝福我们每个市民的朋友 都能够身心健康 加入巨烟反毒行列 保护儿童及青少年远离烟害 让我们一起上烟说不 一起杜绝烟害的威胁 追求永续的无烟环境 给下一代更健康的未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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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